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真的坚持了下来 他干了一年就成功的为公司拿下了一张百万保险单 公司很快注意到了他的潜力 并提拔他为保险经理 如果继续在保险行业干下去 说不定郭可英真的会成为保险业内的大佬 但是不久后他又对保险行业产生了厌倦 从小到大只要他想要的很少有得不到的 因此在度过最初的新鲜感后 他很快又将视线瞄准了娱乐圈 当时的郭可英与事后的距离 只有一座官方认证的奖杯的距离 但这座奖杯他却等了13年也没等来 创世纪让他的人气攀上了高峰 却没有为他赢得官方的青睐 首次张可怡怒骂汪明泉 这位大小姐从来没有忍过谁 然而却有一个人是例外 2004年郭可英和林温龙打婚 香港媒体铺天盖地用的标题都是 富家女嫁穷小子 婚礼筹备都花女方的钱 林温龙一时间颜面扫地 婚礼刚过他就迫不及待地成亲 称婚礼上的一切都是赞助商赞助 他没有花妻子的一分钱 也没有吃软饭 但他的辩白太过苍白 媒体大多并不买账 而他之后的行为 也并没有有力地佐证自己的说法 婚后郭可英的事业依旧风生水起 反观林温龙就不嫌不淡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 工作量多为零 很是游手好闲 观众也都知郭可英 而不知林温龙 夫妻俩的巨大差距 就像一根刺 深深地刺在了林温龙的心中 郭可英从小的经历注定了他的高傲 不可能像个兔丝花时时刻刻 注意到林温龙敏感的内心 早在1998年 俩人结婚前 就有媒体拍到了 林温龙和港姐杨公儒的地下恋情 不久后 林温龙又被拍到 与一神秘女子暗中优惠 直到俩人结婚前 林温龙又被爆出 在追求蔡少芬 但郭可英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些传闻 依旧开开心心地筹备着俩人的婚礼 这不禁让人好奇 郭可英难道真的是爱男友上头的恋爱脑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的经纪人汪紫棋应该很有发言权 2009年 汪紫棋的一通爆料 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直接曝光了林温龙和女星董维加偷吃的丑闻 并且有图有证据 以录音为证 垂死了林温龙当年好丈夫的人设 2007年 郭可英和TVB分道扬镳 继承了父亲好头脑的他 极有前瞻性地瞄准了内地的大市场 他和林温龙成为了首批进军内地娱乐圈的香港艺人 两人大秀恩爱 在当年吃尽了红利 而汪紫棋作为金牌经纪人 负责起了夫妻俩的一切公关和商务 三人的合作可谓天衣无缝 作为他们的经纪人 汪紫棋无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 因此他的爆料一出 不另于在娱乐圈引发了一场地震 作为过错方的林温龙 几乎承受了舆论的所有怒火 本就是凤凰男 一切都要靠老婆的他 却在老婆孕期出轨偷吃 还为小三在上海豪制200万购买豪宅 一时间林温龙人人喊打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 郭可颖的举措 面对确凿的证据 他依旧选择了原谅丈夫 在公众前举办了媒体招待会 不停地为丈夫进行开脱 并且为了丈夫 不惜站在了自己的金牌经纪人 汪紫棋的对面 和丈夫联手 以诽谤和敲诈的罪行 把汪紫棋送进了监狱 任谁看到都不得不感叹一句 郭可颖被爱情糊住了脑子 然而 事件之后的发展 很快突破了观众的想象 2012年 林温龙没有忍住 再次偷吃 被媒体拍到 身在监狱中的汪紫棋 抓住了这次机会 进行申诉 鉴于她的监狱里的优良表现 以及林温龙和董维嘉的亲密事实 她被提前释放 面对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 汪紫棋的内心恨死了郭可颖夫妇 出狱后没多久 她就将炮火对准了郭可颖 在媒体前直接披露 这都是郭可颖的陷阱 2008年 汪紫棋为郭可颖 谈下一个210万的商务代言 按照两人的协议 其中45万是属于她的劳务费 但郭可颖却反悔了 她以自己父亲病重为由 不停地打感情牌 最后汪紫棋心软了 可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心软 却换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郭可颖以这笔劳务费为由 让汪紫棋去曝光了 林文龙的出轨证据 两人约好 事成以后 郭可颖会把钱全部还给汪紫棋 但是后来 这笔钱却成了她敲诈勒索的证据 汪紫棋恨不得把郭可颖大卸八块 她痛恨自己之前的朱油萌新 听信了郭可颖的鬼话 于是她毫不留情地 揭开了郭可颖的真面目 直言郭可颖如此大费周章 就是她也出了鬼 想要和林文龙离婚 与此同时 她拿出了另一段录音 录音中郭可颖坦承了自己的出轨 她的出轨对象是一名知名男歌手 情动之际 她甚至想与林文龙离婚 投入她的怀抱 经过网友的抽丝剥茧 这名男歌手直指李克勤 而郭可颖也被扒出 在之前的采访中 多次表示过 李克勤对她的意义非凡 对这段传闻李克勤在第一时间进行了驳斥 但她急哄哄地反驳 在网友看来 更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她和郭可颖确实不够清白 当时李克勤已经有了正牌女友卢淑仪 郭可颖相当于他们的第三者 如果不是李克勤的经纪人多加阻扰 也许他们就真的走到了一起 也不会有与林文龙之后的故事 而林文龙只是她当时推而求其次的一个备胎而已 事情的反转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强导众人推 郭可颖的前经纪人王怡青 也迫不及待站了出来 对郭可颖使出了雷神之锤 令她的形象一溪崩塌 王怡青 郭可颖表里不一 对外逢场作戏 2005年 郭可颖在和马德中拍摄《酒店风云时》 音系生情 马德中是情场出了名的浪子 在她的甜言蜜语下 郭可颖很快溃不成军 彼时郭可颖竞争事后失败 心情苦闷 马德中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两人顺势开启了一段 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 这段婚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两人都只是玩玩而已 如果不是马德中再次醉酒后说漏嘴 估计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王怡青真正要曝光的 也不是这件事 而是2007年《红粉》拍摄过程中 郭可颖对张志玲 明目张胆地勾引 要知道张志玲当时已经成婚 娶了袁永怡 夫妻来的感情十分样好 据王怡青爆料 当年两人的首次合作 郭可颖就对张志玲暗生情愫 无奈袁永怡对丈夫看得极紧 她无从下手 只好作罢 这次两人来到大陆拍戏 远离了袁永怡的掌控 郭可颖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杀青宴上张志玲跟她道别 郭可颖却一把搂住了张志玲 恳请她晚上不要离开 然而张志玲却坚定地 拨开了郭可颖的手 直言自己要回家看老婆 事后郭可颖抱着王怡青大哭 觉得自己丢了脸面 除了郭可颖 王怡青还爆料称 明文龙又爱面子又抠门 每次嘴上睡着要请客 但吃完饭后 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掏钱 处处去吃霸王餐 在夜内名声极差 更有甚者 在酒店叫特殊服务 享受完后 就让经纪人替自己掏钱 随着两个经纪人的爆料 郭可颖和林文龙一时间成了娱乐圈人人喊打的勾老女和烂滚男 他们另类的婚姻也让不少人直呼奇葩和变态 不过名声的变化并没有对郭可颖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影响 2011年郭可颖的父亲郭达昌不幸病逝 临终前她将家族的塑胶产业留给了郭可颖 还为她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即使在演艺圈混不下去了 郭可颖依旧可以回家继承家业 当个无忧无虑的富二代 要知道 她可是郭达昌最宠爱的女儿 早些年 即使她表达了对商业的不感兴趣 郭达昌依旧将她带在了身边 说把手地教她商业技巧 而林文龙这些年也转到幕后 如今成了亚师的副总 不再是曾经唯唯诺诺的穷小子 不过不变的是两人的婚姻依旧稳定 从一个方面来讲 他们也算是天生一对了